Hello everybody 我是明星 我是明星的主人 然后今天这一期呢是什么内容呢 是大家一直催我们的 对对大家一直想看的说 你们赶快弄一下 我真生气了 我讲时候我有点就是怎么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解释 我有时候讲时候我有点搞不懂这个 就是测试 因为我确实最近特别火 然后我 你最近特别火 我一直都很火 喂王哥啊 怎么了 哦倒闭了 来啦 走吧你 最近这个人格测试真的很火 大家在所有的平台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 所以我们打算就是也填一下这个饼 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录了 但是一直就是苦于 找不到录的所有方式 就是怎么怎么该把它做的 那什么一点有趣一点 也不是有趣一点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录 对不知道怎么录 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个流程 对然后我们后来只了解了一下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测一下吧 我们当面做题 这个题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然后呢就是 是一个免费的网站啊 是那个粉丝私信给我们的免费的网站 我们一起做一下啊 开始了 开始了 12 12分钟内完成 诚实 诚实回答 诚实回诚 诚实回答 今天不要选择中立答案 哎他为什么这个有三个绿的和三个反对 是中间的那个反对是 是说中间的是中立 然后按程度 你就一点点和中等和大 哦 对 哦 自我介绍有没有困难啊 哦这是 哦 反对就是不同意 对 纯粹的好奇心 纯粹的好奇心 什么叫纯粹的好奇心啊 就是你纯粹是因为好奇 所以才做这个事情 哦 你很少 这个是要反着选吗 嗯 就是你如果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 做很多事情的话 就选反对 对 哦 ok 下一步 哈哈哈哈 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同意 什么意思啊 谦虚 谦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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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默默的点了那个最大的绿色的圆片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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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有 有条理和适应是什么意思啊 有条理比能适应更重要 应该就是得心应手和只是能适应的这种区别 我猜的 我猜的 他这个问题讲实话有点 很复杂 不是有点 有点过于的 drama了 为什么 不让别人感到不愉快 比赢得别人更重要 就是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 赢和 就是 不让对对手感到更不愉快 就是就是你为你会不会为了赢而不择手段 有点 有点抓满了啊 这个 我觉得还好吧 很正常的一道问题 现实和创造力有冲突 你做的好慢哦 现实和创造力 嗯 都忘记我选的什么 在自然环境中散步时 你常发现自己陷入沉思 为什么 就是我走公园 我在公园 呆呆呆呆 我走了走了 沉思 嗯 啊 嗯 why 你喜欢参加虚盛妆或化妆出席的社交活动 我不喜欢 什么叫盛妆 就是你去 蹦第一是吗 不是就是 对 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大型的活动 你必须要就是 我要收拾 收拾好 对 我最讨厌他那种活动了 嗯 但我其实还好 什么叫你不会叫自己梦想家呀 就是你干什么事 不会成的 就是 应该就是不会 就是整天成立于那种 就是 幻想 幻想 就是我想做什么 嗯 面对很多人的发 面对很多人发言 通常觉得难以轻松 小姐给大家直播真的很紧张 直播不算很多人发言吧 他应该是说的是那种 台上 face to face face to face对 或者也是 我会 紧张 或者开会的时候啊 嗯嗯嗯 类似于这种 就老师 我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那种是吧 嗯 哈哈 为我量身定做的题 你总爱拖延 直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美见识 哈哈 嗯 但还好啦 我偶尔拖一下 这个有 有没有90道题了 不知道 你做完了 做完了 我的人格类型是表演者 ESFPA 什么意思啊 我的人格类型是 鉴赏家 ISTPT 什么意思啊 我在上面 精神 百分之六十三的外向性 百分之六十七的内向性 精力 百分之五十五的现实性 我也是哎 一模一样哎 我们俩 本性 百分之六十七的感受性 我百分之五十三的逻辑性 对策 百分之六十一的展望性 我百分之六十九的展望性 特性 百分之五十一的坚决 百分之六十八的谨慎 嗯 鉴赏家人格 我想要享受人生 以及不同的人生 我不想每天去同一个地方 遇见同样的人 做一样的工作 我期待有趣的挑战 我是 说的蛮蠢 我就是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 我是表演性人格 没有耐心缺少安全感 我会犯错 会失控 而且有时让人难以应付 但是如果你接受不了我最坏的一面 你就不不配拥有拥有我最好的一面 傻呀 我觉得说的很丑 啊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信 但是 哎呦这好多字哦 我不想看 我可以挑一点那种 有趣的是吧 嗯 我速度一下 看一下 艺术能手人格类型 通常是机械师或工程师 他们亲手拆卸东西 并把它们安装到比原来还好一点的状态 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哦 那我还好哎 我 只 只会安一些那种简单的东西 表演性人格类型是天生的表演者 他们热爱聚光等世界就是他们的舞台 许多只有表演者人格的名人本身 的确是演员 但是他们在朋友面前也会极尽表演之能事 聊天时炫弄自己的幽默感 努力成为目光的焦点 让每一次外出都置身于party之中 他们是社交动物 喜欢简单的事物 对他们而言没有 没有什么比跟大一群一大群好友稀稀玩乐更快乐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一半一半吧 讲实话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一半一半有一些点说的是对 对 因为我 这个什么 跟一大群好友稀稀玩乐 我是比较喜欢跟自己熟的人 好友就是熟的人 好是吧 对 那就是差不多 你看 艺术能熟人格类型的人 喜欢帮助别人和分享他们的经验 特别是他们关心的人 很可惜 拥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 并不常见 擅长交谈 拥有美感 无论是着装 装饰打扮 还是设施齐备的家 都有异于常人的时尚美感 我本人 我本人 能够一眼看出什么东西是具有吸引力的 大胆改变周围的环境来展现个人风格 好奇心旺盛 喜欢看 喜欢研究新的设计和各种风格 嗯 不错不错 观察力比较敏锐 可以非常敏感的捕捉到他人的情绪 具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 常常是第一个让别人坦率地说出棘手问题的人 嗯 他们非常乐意提供情感知识和实用的建议 如果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 表演型人格更愿意稀释宁人 而不是直面问题迎头解决 哎 这个就讲实话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通常会有些戏剧化且激情肆意 但他们可能成为非裔的焦点时 就不是这种情况 什么意思 嗯 不知道 就是如果 如果因为自己成为那种 呃 被别人平头论足焦点 就不会特别的激情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可能是这种意思 没有什么比所有都 没有什么比所有的人都赞同更无聊的事情 这种人格类型的人会认识到许多其他类型的人和自己相比 在规则和可接受的行为上有更坚定的界限 感情更加细腻的人格类型 不想听到恋人无动于衷的玩笑 并且绝对不会自己也说一个 什么意思 好复杂 嗯 如果能与理解他们风格和不可预测性的朋友一起共识 再加上他们的创造力幽默感和亲力亲为 以创造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实用的东西 那么艺术能手们会一直非常乐意创造各种有用的物品 并真心实意的喜欢他 艺术能手们天性保守务实 使他们诈判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读懂他们相当不易 他们友好又 这是什么 结末 怎么知道 差不多了 情势冷静但会突然的不由自主 好奇心旺盛 但是不能够持续专注于正式的研究 即便是他们的朋友和爱人也常常觉得他们难以捉摸 他们可以暂时表现得非常忠诚和稳定 但是他们倾向于积累冲动的能量 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爆发出来 将他们的兴趣带到全新的方向 太复杂了这个写的 太复杂了 我这个后面这个写的就是 总结一下就是 比较注重当下的东西 对于未来就是如果有那种需要精细规划 就每天你该做什么事情 每时每刻该做什么事情 甚至该吃些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是感到非常头痛的 比较注重当下的生活 然后 不怎么善于规划 算了算大家帮我们总结一下吧 就是说一些简单一点的词汇 我们理解一下 OK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怎么搞懂 说实话有点复杂 他这个性格写的 就比较晦涩难懂 这个测试当然不可能就是 绝对的准确 所以大家不要说是用这个测试来 规定我们俩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我们俩还是就是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这个测试呢只是 是出个乐趣吧 我感觉大部分人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 填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会有犹豫的 你的每一个犹豫都会造成一个结果的不同 所以就是这个测试呢就是 它确实是有大概可能百分之多少 是存在于存在于你内心深处的一个性格的一个人 但是可能大部分还是随机的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就是测试嘛 就看看就好啊 可能大方向 娱乐就好 它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还是要做自己 不要因为这个文字束缚自己的个性了 是的 很有道理 太复杂 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我就本来 如果我现在状态好一点 我就是头脑清醒一点 我可能可以理解 但我这两天真的有点晕 是在家闷的 拜拜 我们这期视频到今天结束了 大家喜欢这下视频的话 给我们一个意见 给我们一个意见三连吧 I rock and roll 给我们 Five 你可以让我们开始在互相 我让你拿到这边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买有电子网 是吗 你背上有电 那我就是这么的声音了 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發什麼病啊 你欺負我啊 為什麼 吃大牙剛剛的又不是我 誰是大牙 你才是大牙 誰是大牙 你改名吧 大牙 是兔八哥 你是 哈哈哈哈 我是兔八哥 你是兔八哥裡面的小光頭 哈哈哈哈 兔八哥你拿著小光頭 你嚇壞鼻子 他這樣打子那個 戴個貓 抓他那個鼻 抓嗎